作为法师作为菩萨 奥弥陀佛 大家好 那么 百丈禅师 告诉我们 说众生 那么皆由于一时的不觉 然后使得我们 原自本质基础 像佛一样的智慧妙德 那么不能显现出来 说这只是一时的迷路而已 所以说希望大家 那么不必这个自己呢 那么担心说什么时候会晤 什么时候不会晤 然后他引迹经典说 经上说 义是佛性与当官时节因缘 那么经典上面有说 说如果我们要了解 真正的所谓的佛性 佛性这里只是 就是指说 诸法延起 那么当下空极 没有一个像 所以说因此 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 不够不进 那么这是指 那么 看起来好像是 没有生命来去 但是事实上 他只是说在 性上 那么 延起的这个道理上面 说是空极的 但是在这个向上的宛然有 我们却不能说它是空无的 所以说整个佛性的意义 其实就是在表达 那么一切诸法从本以来 那么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现象 就是什么现象呢 就是当下 那么因缘 和和的时候 那么是有 婉然的这些 百千万象呈现 可是 虽然这些象的呈现 那么看起来有种种的不同 可是呢 当下他们都是没有 实有的自己 永恒的存在 也都是他们 都是因缘和和 所以说才 婉然有 而不是从古以来 那么他就是有的 所以说 这样的佛性意义 那么我们 要了解 并不是如同 那么 尤其是 我们中国人 那么常常喜欢把这个佛性 认为是 他就是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 那么因此 更古以来 就有这么一个存在 所以中国 因为他容易跟道家的思想相混 道家思想 认为说 那么虽然 一切诸法 那么最后 都是要什么 归于空 那么空 不仅是说 一切诸法最后 生了以后 都要归于空 而且最主要 他说这个空 或者这个无 那么就叫道 而且这个无 这个称为道的是 无名无相 那么因此是一切万法的总言 那么万法虽然说 呈现出来有 千奇百怪 有种种的学相 但是都是从一个 所谓的道 所产生的 那么既然从一个道产生 因此我们讲说 纵然在面相上面 他有千奇百怪的 不同的这样的相 可是 那么要诀问 他的真正的根源 那么仍然是来自同一个 所以他认为 有一个根本的源头 那么是相同的 那么从这根本的源头 那么虽然这个源头 是没有形 没有像 没有名称 可以形容它的 它是先天地而成的 可是天地 仍然是由它所成就 然后甚至于天地 有了以后 才有万法万物 所以万法万物 仍然有种种的 那么差别 可是那只是外相的 原来它的根源 仍然是处于同一个道 所以中国人的这个 所谓的那个道 或者就是说是佛性 或者说是灵魂 或者说是什么 那么就会把它 我们讲说 衍生到佛法里面来讲 所以大家一把佛性 一说出来的时候 认为就是 像佛一样的 这样的智慧妙德 那么是怎样 不因为你是众生就不见 也不因为你是成佛 你就会增加 然后呢 他是不管你是生 还是是死 不管是什么时候 他都记住 好像有一个这个 东西是真实的存在 然后呢 好像他也是怎么样 那么不随事实 就是春夏凶冬刁灭 然后不管他怎么样 他都是那么存在的 那把它变成一种什么 好像是属于 我们讲说 物或者一切现象 万象的根源 那么有一个 这么一个东西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不是佛法的 这个所谓的佛性 佛法的佛性 是因为他是众言和合的 所以底下告诉我们说 当官实结音源 意思就是说 佛性是不离开 那么音源 所生法的 是在什么 每一个音源的当下 那么他当下就是空极 那每一个音源的 生洗的时候 他就什么呀 就呈现出各种不同的 像各种不同的 种种的作用 所以说我们自己 要了解 所谓的 这个佛性 我们又指他是 本来寄足 或者不生不灭 那这个本来寄足 并不是说是 好像道家一样的 本来寄足 这里是讲的是什么 说是他 不离现象 当下集这个现象 就是什么 就是缘起的空 因此这个这样子 叫做不生不灭 听懂吗 不要以为说是他是 是超越这个生灭以外 另有一个什么 永远都不死 或者不起 不起来的 那个什么东西 那这样就不对了 那么很多人误解 那么把空 就当做无 当做没有 甚至认为说 一切的现象 当他最后都会归于 所谓的空 因此这样子叫做 不生不灭 或者叫做 灭色亏空 比如说 色灭了 就叫做空 或者是说 从本以来 那么就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空 他是无形无相的 那么甚至于说 那么从现象上面 那我们呢 把这个现象消除 那么舍掉 那么除掉 例如说我们常常 也是方便讲 说除掉自我真心 那么你的真心 就会显现 其实这个都是有话 都是有语病的 那么其实是告诉我们 那么不离当下 我们现在的 这个所谓的贪婪分别 或者是种种的一切 他的现象就是空的 并不是说你除掉他 或者灭掉他 也不是等到说我们的 这个烦恼去掉了以后 我们才叫做佛 那么是根本 那么就是说 一切诸法 他延起当下就是空 所以我们讲说 这样的空 就叫做没有形象的 因为他没有真实的自我存在 所以我们说他是没有真正的 永存的这个个体存在 那么因此 从这个角度来讲 那么我们说他是空 那么如果从这个 生的这个方面来讲 我们说他却是什么 空的当下 就是记住了所有的万法万物 所以说必须怎么样 你要了解像心经里面讲的 色空不二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那么这样子 才是真正的了解佛法 如果你把这个佛性 当做是什么 当做是永恒的存在 然后呢 我们现在的这个什么 变成堕入到凡夫 那么死的原来 这个佛性不能显现出来 所以我们就变了凡夫 然后最后 我们把这个什么心打开来以后 这个佛性 那么又跑出来了 那么所以说我们 这样子就叫做 又叫做不明 如果是这样子的 那你其实是掉在什么 有一个佛性或者没佛性 然后甚至于对于佛性 那么有这个所谓的德跟施 这都不叫做真正的 了解佛法 所以说禅宗很容易 那么让大家呢 如果你没有真正的这个 所谓的剥落直观的 这个空性的慧的话 你很容易把这些话 例如说主师告诉我们 说要知有 要知道说我们众生 本具象如来的智慧德相 说这个智慧德相 不因为我们现在是凡夫 他就消失 也不因为我们将来是成佛 他就会显现 那么他是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的 结果你就把它形容成什么 超越于我们现在的 这些现象 另有一个所谓的什么 不生不灭 那这样子就不对 所以尤其是看到这些 说时节既制 会以为说 那么所有的一切 像春夏秋冬这样变化 那么虽然说 天天有春天的不同 夏天有夏天的不同 但是每一个季节所显示的不同现象 可是最后怎么样 都是归于原来的一个什么 所谓的空 那么甚至于这些种种的不同 也是由于 那么从道产生出来的 所以说这里一听到说 时节一致 以为说那么只要怎么样 例如说花 那么到最后它会开 然后什么阴言时间到了 那么它就自然会显现 那这又不是自然外道 那么这里的时节因言一致 是说恰如这个心音讲的 你行声波罗波罗蜜 当你照见五蕴接空的时候 你切切实实 那么能够怎么样 相应到五蕴当下 没有知性 没有真实的这个实相 那你自己当下就知道说 是 那么诸法空向 无言而鼻色声音 无色声相位诸法 甚至于呢 无老死亦无老死境 那么乃至于无证亦无德 那么这些 你呢 那么本来都只是佛陀讲的 那到最后 你真正的在 常常用智慧的 这样观照绝照的时候 那么刹那 你突然放弃的 不是放弃的 就是没有在做生灭 或者得失染尽的 这样子的去分别 或者是去追逐的时候 那你自己的这个心 马上相应到说 原来诸法 为什么叫空极 这个时间 我们就叫做时节济制 听了吗 千万不要把它当作 说是像 什么改变了 改变了 但是呢 就有一个东西怎么样 不改变 然后等到我们自己用功 用功到了这个什么 那么一段的时间的时候 变成 我们讲说 自己又能够恢复到 又跟它相应了 那么这样子 你就是掉落在 相的生命来去 然后呢 以为说 相生的时候 就叫做什么 就叫做 这个生 然后相灭的时候 你就叫做 它叫死亡 然后变成 掉在两项里面 那如果告诉你说 不生不死 你又认为 有一个不生不死的 所以是完全不了解说 为什么我们讲说 急生死的当下 就是解脱 听到吗 并不是离生死 别有一个解脱 你们有没有听到说 佛法叫做离生死 以后 叫做解脱啊 完全是告诉我们什么 生死 就是解脱 有没有 所以这就是急 这就是不义 所以急跟不义 并不是说 我们另外 那么有一个存在 那么你要去 远离了 现在这个错误的 然后去追求正确的 甚至于那个正确的 是亘古就长存 都不分不灭 不来不去的 我们现在暂时 那么是迷失了 自己没有得到它 那么 只要时间因缘一到了 我们马上又变成 又能够跟它相应 这完全都是掉落在 我们中国人的 这种的道家思维 或者文学这样的 文字的思维 所以说 很容易出差错 所以说 很多人 把这次因缘时节寄到 就好像说是 我们妇女怀孕 那么十个月以后 那么有问题 小孩子一定会生 或者是瓜 那么熟了以后 自然就会掉下来 那么以为说是 这样子叫做 叫做十节因缘即制 其实这都是错误的 所以说 如果说 我们现在听到了 说只管打坐 以为说在那边坐 坐久了以后 那么或者是 我们的妄想 杂念 全部都没有了以后 然后都处理得干净以后 我们的清净心就会显现 所以说 我们只要在那边打坐 或者是说 比如说像烧开水 那你自己火一直添下去 那么最后水就会开了 这都是落在什么 我们向上的一个观照 说从一个向 变到另一个向 那叫做完成 听到吗 这都是我们自己错误的知见 其实佛法不是告诉你说 从一个向 变到另一个向 或者是从染的向 变成清净的向 这样叫做提升 这样叫做进化 这样叫做完成 不对的 佛法讲的是 见像 你马上要知下 说当下是空极 这样明白吗 这才叫做 见性 这才叫做真正的开悟 这才叫做实节因缘即到 不是说 那么你 那么在那边熬了多久 或者是身心变成 比较清静 比较自在 那么就叫做什么 就叫做见性 这都不对的 所以说 百丈 告诉我们 说佛性意 其实跟 我们所谓的因缘 是不二的 所以说 只要我们 当下 知道 因缘 缘起 当下空极 那这就叫实节一致 那这时候 如迷就互物 你知道说 迷跟物 是不是两个向 那不管是迷跟物 是不是都是 言起向 是不是 懂吗 迷是不是 像我们凡夫这样子 我们认知的说物 可能就是 已经得到清静 得到自在 其实它都是叫做向 既然是向 是不是都是应该 言起无自信 所以 因此 如迷乎物 这里面的 有没有 是两个都不一样 没有 听懂吗 你不要说 物 是因为你 怎么样 弃除掉了以后 才叫做物 不是这样 是怎么样 例如说 我们现在说 这个 天如果黑了 我们灯一打开 是不是暗就不见了 你不能说 暗不见了 以后才来光 这样明白了 这句话吗 所以 迷跟物 不是两样的事情 是因为 你知道说 迷跟物 其实都是叫 远起 你要是仍然 掉在有迷雾两个 那你就怎么样 就叫起路 听懂吗 你就是永远 都没办法 真正见信 那突然 你知道 知道说 什么 原来 这个谜 是根本不至今 存在的 它只是远起的 撒那你知道说 一切极一切的现象 都是空极的 那你这样子 叫做什么 就叫做见信 听懂吗 就是物得 说一切诸法 当下怎么样 都是属于 远起的 没有一个法 是超出这个 那这个就叫悟 听懂吗 所以说 迷 也是远起 那只要你知道 它是远起 这个当下 我们就说它叫做悟 然后 如忘乎义 也是一样 什么叫做忘乎义 就 根本 我们就讲说 一切诸法 当下就是空极的 那你一下子不绝 听懂吗 就迷了 一下子不绝它 然后因此 自己就不知道如何去操作它 那这时候我们就叫忘了 了解吗 那这时候 你自己 那么在用功的当下 所谓的用功 是形身 剥落剥落蜜 叫做用功 这样了解吗 常常不忘记 智慧的观照 一照见 五蕴 六成 那么甚至于三合大地 都是远起 你马上知道 说佛陀告诉我们说 本济如来的智慧得像 就是这样了 乃何怎么样 我们记住了它 可是我们竟然不会去使用它 那么现在 再回头的时候 才知道 哦 原来是这样 这样明白吗 所以说 义 跟这个忘 看起来好像是 两件事情 好像是对立的 那么其实 哪里是对立 懂吗 你以为说是 有一个忘 有一个义 那是两件事 那你要怎么样 除掉忘 才叫做义 其实 义的当下 是不是就是 没有忘啊 没有忘 是不是当下 就是记者分明啊 哪是两件事 明白吗 所以它都是 同样的一件 例如说 现在这个 我就叫果如 果如就是 就是阿拉 是不是就是我啊 要不要再去说 这个果如不义 我不义果如 果如即是我 我即是果如 如果是这样子 你说要经过 这样肯定以后 这样认知以后 才叫做是 那只是说 你自己没有办法了解 你有对我来讲 我就不需要嘛 还有对你们真正认知 我的人也不需要嘛 那你说 果如就是我 我就是果如 你们可能没有见过 听说果如法师 长得怎么样 或者照片也是 来到这里 诶果然 果然是什么 果如就是这个家伙 这个家伙怎么样 就是果如 听懂吗 是不是对 我们讲说 没有亲证的人 他还需要经过 这样的什么 认证 是不是 那例如说 我还要叫谁去认证我 这样明白了没有 所以说 不要把这个 我们讲说 经过认证以后 才叫做真实 听懂吗 或除掉假了以后 假的以后 才叫真实 佛法告诉我们 所有的一切诸法 只要呈现出是像 法是不是都有像 那所有的像 是不是都是什么样 都是延起空击 所以这样子 你才可以骑着像跑 听懂吗 否则 如果真正是 真实的永恒存在的话 那你骑上去 就下不来了 明白这句话没有 因为 包括我们讲说 你都知道 所谓的奇像 也只不过是 暂时的 一个音言 听懂吗 否则如果真实 是叫有这个奇像 这个 那就是 应该是永远存在的 听懂吗 明白 我们中国人 很难 很难 体会这样子的理 这样的这个 哲理 你说 如果说是 我们讲说奇像 如果奇像 是真实存在 它是不是永远都是这样 这才叫做长嘛 这才叫不变嘛 这才叫永恒嘛 是不是 这样了解吗 那如果真的是奇像 你就下不了像了 那你就不想玩了 为什么 给你坐了这么久 然后都不能下来的话 你怎么办 这时候你才会说 像是我 还是我是像 那都是永远怎么样 就是太迟了 要听懂 我们中国人 很难了解 说 一个所谓的 我的意思 我们中国的我 都只是 第一人称的代表 但是我们讲说 在佛教里面的我 是要代表什么 永恒的 然后真实的 主宰的 不变的 这样才叫什么 才叫做这个法 永远存在嘛 那奇像 是不是一个法 那这个法如果是 不改编的是 永恒存在的 那你就下不了像了 这样明白吗 那你就被像吓死了 所以中国人的 看到这些 都其实是陷入到 不同的像里面 把像的生灭来去 那么当作是石油的 然后从 例如说 染的 不进的 或者分别的 或者怎么样 然后修行 就修到变成什么 远离 所谓的 所谓的 这个 清净 或者远离 所谓的 污染 那么当下进入到 所谓的 不染 不进 不生不灭 这样子 又变成 不生不灭 不染 不进 变成又有一个什么 另外实际 可真的东西 那所以说 变成 我们讲说 哦 这个 这个所谓的 空的当下 那么 又有所谓的 不空 那么其实 我们讲说 延启的 所有的 诸法 不管是 真如延启 如来藏延启 即叫延启 都是叫做 没有真实的 什么 自信存在 那么 它的身 就是不离什么 不离说 这些诸相的 这些来气 诸相的来气 你要当下知道 它只是 如幻假的 没有真正石油的 所以它仍然叫做 延启空气 不管是变成什么样的 这个名称 都是如此 所以说 如果你是调整说 只不过是 从一个象 变成更好的象 然后变气 变成什么 更超然 更伟大的象 那才叫做什么 大象 或叫做 六牙白象 那都是怎么样 都是错误的 所以说 千万不要掉落在 只是象的一种 进化或者提升 然后到达 说什么 究竟原来的 这都不正确的 那么佛法的 正确思想 是告诉我们 那么一切诸法 都是因缘合合 因缘的当下 就叫做五字性 就叫空 合合的当下 就有如幻的 这些种种的 这些妙用 跟月象 所以说 在我们讲说 能源经里面 大师之远宏章 告诉我们 说念佛法门 这个念不是嘴巴的念 这就是意念的意思 意念佛 要怎么样 如子亦母 如母义子 那么要常常这样义 那你常常这样义 只是说 对这个法门 你不要掉掉 就是让我们 告诉你们说 方法不要掉 有没有 常常用方法 但是 常常用方法 你 一直把方法 都带着 那这样子叫做 真正用功吗 就不叫真正用功 听懂吗 要做到什么样子 亦旺亦如 才叫做 死之相亦生 听懂吗 也就是说 在最前面 当然 因为你自己 很容易旺 听懂吗 就是说 这样子的一个法门 对你来讲 因为我们习惯了 用什么 用我们自己的分别心 去旺认一切的法 都是当作是实有的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写佛 那你就要念佛 念佛 我们叫见法 即见佛 有没有 那么见法是见什么 哦 原来 一切诸法 都是因缘的当下 没有实际的我 这个就叫见法 即见佛 所以说 这个意 你要怎么样 最先操作 是要向母亲 想念儿子 儿子想念母亲 这样子的什么 一种殷勤 听懂吗 这样的心态 否则我们讲说 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忘记 例如说 我从来不买大家乐 我也不知道说 这一期的大家乐 要出多少几十亿 的这个奖金 对我来讲 我从来都不会去想它 对不对 可是如果今天 我们讲说 晚上就要开这个什么 露特的大奖 那么这个不知道 这个大奖会落谁家 那你手上也掌握了 什么 好几张的露特载剑 那你是不是 根本不要想说 说我会不会中 根本都忘不了 听懂吗 是不是 不要等到 说真正的那个 新闻报告 你说是 什么讲 你呢 时时刻刻都会记着它 是不是 甚至于揭晓了 你还怎么样 失落 还都不敢相信 我哪里那谁 没关系 下次再来 那这个就叫什么 这个就是相议生 听懂吗 他绝对不会忘的 可是对我们讲说 没有这样的 嗜好 或者没有这样习气的人 你说 你问我说 诶 露特什么时候 哪几天开讲 然后什么时候 开讲 我们你都说啥 是不是 所以 为什么说要叫做念佛 首先要用这个 如子亦母 如母亦子 听懂吗 但是 到了我们讲说 都色六根 静念相继 什么叫都色六根 就是真正的操作 你要使得你的六根 眼耳鼻舌生意 怎么样 不要陷入到 色身香味触法里面 然后掉入到里面 积流里面怎么样 淹死了 那就是什么 像金刚经里面讲的 剑道位的出国 叫做入流 是不是 可金刚经告诉我们 如果有出国的圣人 说他已经入流了 这家伙就是真正不入流 做到 那么真正最后是 亦旺亦如 但是那个旺 不是我们 遗失的他 或者旺季的 这里的旺 是因为什么 因为你切切实实了解 说 亦跟旺 是同样是延起的法 了解吗 所以当你 亦起的时候 是延起法 就是不信你旺掉的时候 你也知道什么 他也只不过是个延起法 所以说既然是延起 那么就没有自信 所以说 因此 当你体悟到这样子 才叫做见信 才叫做做到 亦旺亦如 这样明白吗 不是说 我想了半天要死的时候 然后把自己打昏 打昏了以后 全部忘掉了 这就是亦旺亦如 所以说千万不要 以为说 那么修行 那么 例如说 像 冷眼睛的 叫你说 那么亦 那么如此亦母 然后最后呢 那么什么 独射六根 就把六根 那么 全部的把它怎么样 集中在一起 或者是 射起来 就是眼睛不要去看 耳朵不要乱听 心不要乱想 这叫做独射六根 然后静念相继就是除了 念佛以外 没有其他的想法 那么只有这一句佛号 叫做静念相继 这些解释 完全都不了解佛法 那么 所谓的独射六根 就是要什么 像我们讲说 心经讲的 行身剥落如蜜 照见五蜜 照见六根 照见什么 都是延起空击 或者是像 金刚经里面的 射身相位 触法的当下 怎么样 我们言而彼协 虽然看到 可当下仍然是什么 无言而彼舍生意 无色身相位 吃法 这里的无 并不是否定它的存在 而是知道 它是延起空 听懂吗 所以这样叫做入流 否则 我们大多数人 一入流就什么 做肌流 六壮士 一定什么 既然叫六壮士 就是死来很凄产 所以说 这样的入流就完蛋了 所以说 例如再像 观音菩萨的耳根言通 我们最先要做到什么 首先要你要先知道 所谓的入流亡索 告诉我们说 言而彼舍是生意 进入到射身相位 触法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 远离我们能索的对待 听懂吗 就是远离我们能索的对待 然后能够远离的时候 你才知道说 原来动静 或者染静二相 是什么呀 是如如不动的 所以叫做 动静二相 了然不生 了然 就是清清楚楚明白 原来他是不生的 那不生就是什么 没有眼耳鼻舌声 没有射身相位触法 甚至于没有什么 掩饰耳饰什么这些 所以这个桥叫没有 不是说 完全没有 那个叫没有 不是变成呆瓜 你不会分别 叫做没有 听懂吗 反而是什么 了了清楚 明明白白的结照 说这样子的像 没有真实的存在 它只不过是 一个延起像 所以这才叫做 智慧的观照 所以说到最后 我们讲说 像耳根言通 到最后叫生灭灭 以极灭现前 不要以为说 生灭灭掉了 然后才有一个 极灭怎么样 现出来 不是 是告诉你 生灭的当下 都是怎么样 不存在的 因此 生灭当下不存在 它就叫做什么 就叫做极灭 这样明白了没有 所以说 如果你们 错觉它 那你一辈子就讲说 我知道了 就是要用功修行 修到所有的凡夫心 都变了 然后变成仙 听懂吗 或者变成不是人 叫做佛 佛是不是 就是不是人 那个佛字 就是不是人 听懂吗 那仙呢 就是山里的人 就是不食烟火 所以修行 修到最后什么 不食烟火 就叫做什么 解脱 就叫做不生不死 或者不是人 那么才叫佛 那这样子 你们要不要修 花了这么多时间 在解释这个 你们一定要听进去 因为如果修行 不用真之间来修行 你错误的之间修行 那么一辈子修 那么都不能真正的坚信 尤其是现在你们在参禅 如果说掉在一些 我们讲说错误的之间里面去 看起来你好像精进也有武功 很有努力 但是其实都是着相修 那么一着相 在经典就告诉我们 这就叫做魔 这就不叫做正修 也不叫正念相继 或叫做正念相继 这就是叫做邪念 这就叫做妄念 能不能真正的把这前面所讲的话 变成你自己在禅修的修行之道 那么大圣禅法的修行 一定是要跟大圣的 这个经教义理 那么如果落在 有一个身心可修 又在有一个法 可及努力 那么都不是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 纵然是佛教的小圣法 那么也就是说 你们非常清楚的所谓的内观 那么看起来它是非常有次第 然后也可以让我们身心 得到一些进化提升 然后甚至于感到自己 那么的确身心有所转变 有所超越 但是从佛法的 我们大圣的角度来讲 这都仍然是掉落在一个像 掉落在法上面的一种转变而已 它没有见到真正延期的真实意 例如说早期教师教我们说 用修行法 那么修世智 它是让我们的心能够专一统一 那么这当然没有错 可是后面的话 你们根本都又没有听 那么所谓的 我们讲说 只是用这样的方式 来使我的心从散乱变成集中 可是你要知道 所谓的心 如果有一个真正的心可得 那么它就不是大圣法 所以说你在呼吸的当下 你要知道 这只不过是个阴言 甚至于变成你的心 从散乱变成集中的时候 这也只不过是个阴言 所有的阴言的当下 都没有一个究竟的实相可得 这样子才是从什么 从生灭的当下变成什么 你集这个生灭的当下 就叫做不生灭 不是远离了生灭以后 叫做不生灭 小圣很多的叫法 是叫我们远离了什么 远离了生灭来去以后 那么例如说 断除了烦恼以后 这才叫做什么 正德涅槃 所以说对小圣的圣者来讲 他们常常讲说 我所作以伴 反省以利 不受厚勇 那么有一个什么 所作以伴 有一个清净的反省已经建立 所以我将来就不会在生死 轮回 而不知道说大圣的道理 告诉我们 哪里有一个能做所作呢 诸法当下都是空极的 有没有一个东西 可以叫做能做所作 有没有一个叫做 清净的反省可以建立 有没有一个说 那么生死不会再来的 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实相 既然一切诸法都延起空极 哪有这样的一个相可去执着呢 所以说大圣 是当下 我们讲说会这个相 就体会这个相 当下就是空极 并不是 抿除掉了这些相 抿就是抿除 比如说除掉这些生命相以后 另有一个所谓的不生命 也不是说提升进化它 比如说把烦恼 进化进化进化 进化变成了什么 然后变成了什么 清净的 如果是这样 都是不出于 我们讲说 那么落在向上的一个修行而已 所以说不是 你除掉什么 然后才得到什么 是从本以来 这个现象的当下 就是空极 空极的当下 就是拥有的种种的一切 所以不是说你 把自己的烦恼完全断了以后 那么变成乌我 那乌我以后要再成什么样 再要去精进努力 发悲宴心 慈悲心 然后再去获得什么 种种的这些 菩萨的这些 种种的一切 然后你才可以来教化 指导众生 看起来好像这些话都没有错 但事实上 都是陷入在一个什么 一个相的转变 还有一个有的成就 所以说这都是 跟我们基本的 那么真正的佛法 是相违背的 佛法讲的有 并不是这样的有 佛法讲的有 是什么 是说极空的当下 他就有这些 听懂吗 不是你去学习 以后才得来的 所以说我们讲说 为什么直指人心 叫做见性就成佛 原来的空极的当下 是不是就是像佛 记住有这些万德万能万 所有的一切 并不是说你除掉烦恼以后 然后又修六度万行以后 那么才是成就的 但是这样子 你又掉落到说 它叫本质记足 所以说 语言一讲下来的时候 那么就会有了偏差 你就会陷入到 两头的一个境界里面 所以唯有我们讲说 为什么主事告诉我们说 真正的悟 是没办法用语言文字来形容 也没有办法用你的心 去明白的 你当下证悟 就是切实的证悟 所以说真正的 我们讲说 菩萨的六度万行 它是要首先 切切实实体认到 所谓的无我 但是无我的当下 又要横顺一切的因言 听懂吗 无我的当下 又记住有这些因言 所以这些因言的 这些变化 这些因言 你要去发现去成就 因为是无我 所以说你才可以去成就 这样听懂吗 所以说 每一个因言 你才可以用你的厌心 那但是你的厌心 你又知道是 没有一个真实的我 所以这时候 不会驻足在我 还是我要成的里面 你只是 横顺一切众生的 这个什么 它的根气 然后呢 随顺一切的因言 该以什么 该给它布施的 可能布施 该用爱语的 用爱语 该用同事的 给它同色 这样了解吗 这个就叫做什么 并不是你去学习得来的 或者是你去努力成就 得来的 是因为你知道 当下的空的当下 就拥有这些 因言的这些变化 听懂吗 那这些因言的变化 那么虽然没有实际的真实 可是它有什么 你要横顺一切众生 众生 现前当下是这样 你就要用 现前当下的因言 怎么样 去成就它 这样了解吗 并不是说 你自己个人 有什么样的伟大成就 你发现 是要行六度万行 所以你才叫菩萨 不是哦 是因为 原来空极的当下 它就具足有 能够怎么样 那知道说众生 跟我是无恶别的 所以众生的苦 也就是我的苦 众生的一切 也就是跟我一样 所以就当我自己 能够从众苦里面 我们讲说 过度一切苦恶的时候 那众生的苦 就是跟自己的苦是一样 你就会用种种的方式 那这些种种的方式 你就知道 因为是无我 所以无方式 所以才是什么 最好的妙方 明白吗 所以就像医生 医生里面 他看了很多病人 他能不能给说 这个叫做 穴头先药 所有的病都只吃 他就可以怎么样 就可以治疗 是不是绝对不可能 医生的这个药房里面 是被很多很多的药 很多的药 在医师的眼中里面 就是没有一个药 他才能够怎么样 真正治理所有的众生 听懂吗 他如果是认为 哪一个药 是最出生的 那这个医生就用功了 就完蛋了 是不是 我希望今天下午 讲这个 你们一定要清楚明白 否则 真的是 是对很多大多数的人的修行 尤其是我们祖师上的修行 还都是循着 那么小盛的这样的禅法 乃至于外道的禅法 来这样用功 就错了 例如说 除了熟悉以外 我师父也教我们听声音 可是最先 他就只是教我们说 你把耳朵那么张开 那么不要去分别 你听到声音 不管他是鸟声或者是什么声音 那么你都只要知道 然后不要去分别 那但是要听得很清楚 很明白 他不跟我们讲任何的道理 他只是叫我们这样去操作 你就这样去操作 可是你以为真的 就是有这样的一些声音可以听 然后听到最后呢 那么变成就是说 所有的声音真的听得很清楚 例如说像我以前看书 说哦 这个听到什么 不仅是那么说 自己外在的声音都很清楚 连内在的声音都很清楚 清楚到怎么样 清楚到自己的呼吸声 当然是可以清楚的知道 清楚到自己血液脉搏的挑动 你也知道 然后清楚到最后什么 连蚂蚁在打架 就好像天在打雷一样 他形容的很怪 然后或者像我们讲说 这个明代的这个汉山大师 他坐在这个大瀑布下面 那么来打坐 然后最后坐到什么 说万奈无声 说是瀑布 当然还是继续在流 那声音还是照样有 可是他说呢 大地豁然之间都没有声音 是不是他变成笼子了 或者是他变成不见了 或者是那个什么 有哪一个神仙 把他瀑布一下子什么 丢到三千大千十戒以外去了 所以他没有听到那个 这么像如雷大的那个瀑布声 其实都不是 只不过是什么 他的身心不起分别 然后进入到定中 然后如果以为这样子的 就叫做什么 很究竟很了不起 那这只是暂时的什么 心不对境界起盘原起分别 你没有真正的智慧的产生 智慧的产生 不是因为说那个 如雷响的瀑布声 变成你听不到 或者变成说 他是没有声音 或者是万籁 就所有的这些现象 突然在你眼前 都消失了 都不见了 你又不是变瞎子 怎么会不见 而是怎么样 是因为你的心 已经超越了什么 这些现象 超越了外面的现象 也超越了你自己能的现象 能认知的现象 那知道一切诸法当下怎么样 不二的 是一如的 那这个一如不二 是指什么 就是延起空 如果你不了解这个 你只是在 例如说听神音 听到最后 一听一听 听到最后怎么样 你会觉得 自己好像进入到神通的 很多平常 你没有听到的声音 会突然的这个什么 在你耳朵出现 会有人跟你讲话 不仅是有人 你甚至也会感觉到 有佛 或者有天类 有这些种种的音乐 那简直你就见鬼了 所以很多人 把这样的境界 说这就像经典里面讲的 动静二相了然不生 那么动静二相 没有生起来 所以说瀑布 这么大的声音 也变成没有声音 那么这样叫做 动静二相了然不生 然后到到最后 那么看到 所有的一些 黑夜的这个黑夜里面 他突然发现 哇 十方世界 都是非常的清亮 都是非常的光明 然后都有眼镜的物品 每一个都看得清清楚楚 然后都没有任何的障碍 然后呢 都好像是近在几尺 然后自己的心 一片的这个安灵沉浸 把这个像当做是什么 是真正的涅槃解脱像 或是说是叫做 诸法的这个什么 一时像 那么这都是错到的极点 就把以为说 生灭灭 就是这些生灭的现象 都灭掉了 然后最后怎么样 花开零现 就是成佛了 然后就是怎么样 就是变成不生灭的那个东西 就显现出来 所以说像这些 都是很容易掉入到什么 有义法可得 听到吗 有义法可证 所以明明经典就告诉我们 无众神可度 有没有 无佛可承 也无烦恼断 但是虽然 如果你掉入到断面就不对 所以说菩萨怎么样 无量的众神要去度 很多的烦恼要去断 还有无量的法门要去学 甚至于无上的佛果 还要去成 那不是自打嘴巴吗 绝对不是 你要这样知道 为什么菩萨这样的发言 因为他已经就尽了知 诸法的实相是什么 当下就是延起空疾 延起空疾的当下 又有这些如幻甲的作用 那众神既然 没办法知道空疾 他掉在如幻甲 所以我们仍然要借什么 如幻甲的来帮助众神 出苦离苦 这样明白了没有 因此大家要知道 为什么我们讲说 菩萨那个是生死 不像二圣人说如焉家 而知道说 很自在的出入于生死之中 而生死对他仍然没有障碍 然后仍然知道说 没有佛果可成 可是百千万劫 仍然都在行什么 六度万行 所以说千万不要掉在 有一个真正的什么像 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们现在在打坐 你们很容易也陷入这样的迷失 然后呢 你还以为你自己是在真正的用功 那就非常可惜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讲说 那百丈告诉他 说如果你能够体会到 谜跟物 然后义跟旺 其实是一体的 不二的 那这时候你才能够真正明白 就是真实切实的明白 说己物不从他得 意思是说 这本来记住的一切 不是从别人来给我们的 这是什么话呢 什么叫己物 什么叫做他得呢 如果你还有己物跟他得 你又是掉在二边 掉在二边 你永远就不能真正明白 你就是明白说己物跟他 其实是一如的 听懂吗 也就是说 现象的当下就是空极 空极的当下就是记住有这些万法 听懂吗 那己物就是指说 原来不生不灭 不够不近 不争不减 那么这样的一个现象的东西 你不要以为它是石油的 它其实就是在什么 在现象的当下 那现象的当下 所以说我们说 一切的答案是现成的 一切诸法的当下 什么样 是清净的 是如如的 这样明白吗 所以没有己他 没有染尽 种种的差别对立 那么这样子 才叫做真正的一如 这才叫真正的不二 往往我们有时候都错觉了 很多佛教的术语 例如说 普贤十大院里面的 恒顺众生 我们常常都把它解释说 我们要顺从众生的 一切的一年 顺从众生 现在所有的种种的一切 然后这样子叫恒顺众生 其实众生 是指我们自己 生灭不移的这些念头练想 这样子掉在这里 我们就叫做众生 那什么叫恒顺 就是念念都知道 诸法的当下是空极的 所以说众多的生灭的当下 就是延期的空 就是不生不灭 所以这才叫做真实的 宏盛众生 也就是体会到 生灭的当下就是不生灭 不生灭的空的当下 就是拥有什么 万法的来去 所以说不要离方法 时时刻刻 以正智慧的观照 这才叫真正的恒顺众生 所以希望在座的你们 从此刻起听到这个法以后 常常就要知道 说如何做到恒顺众生 如何做到自己做自己的主人 不要随着境界起舞 大家能不能这样用功 那这样子我就可以祝福你们 否则你们一定很悲惨 好 今天下午讲到这里 谢谢周围 谢谢周围